各位观众,你好!我是黄国栋医生,欢迎大家又来到我的医疗资讯系列。 这条片,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差不多可以说是最常见的长期医疗问题,就是高血压。 关于高血压,坊间里面有很多资讯在传来传去, 时时都有朋友、亲戚传一些东西给我看,说那些是有朋友在Facebook或WhatsApp里面传给他们的, 问我那些东西关于高血压对不对?我看下去,发觉很多时候就是六四或七三分掌,六成对四成错,或七成对三成错。 那些东西其中一个大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他们不说在哪里来的,又不说写那个人是什么背景, 那就是人都可以写些东西出来啦! 今天,我和大家所说的资料,主要的来源就是美国第八届国家委员会关于高血压的指引。 那为什么我特别要用他们的资料来说呢? 这个委员会原来是大有来头的,它就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属下的心肺血液研究所的一个专家委员会。 他们的责任就是制定关于处理高血压的标准。 已经来到第八届了,而我们的建议就是被美国医学界视为最权威的指引。 不是说其他指引就一定是错,但是这个委员会的指引是在美国医疗界是公认最权威的指引。 所以我就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说。 亦都要声明,当我说高血压怎样来的, 讲到这些生理学physiology的时候呢,我都是简化得很紧要的。 我希望用一些普通观众可以容易明白的例子来解释。 其实呢,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果观众里面有专家啊,这样就不要笑我, 也不要说我说错话。 到讲,怎样量量血压啊, 什么才算高血压啊, 如果有高血压,何时要吃药啊, 这些情况的时候呢,我就跟足JNC8的概念来说。 讲一些高血压的背景先啦。 它是现在最常见的心血管病。 根据统计,在20岁以上的美国人, 会三个已经一个有高血压啦。 如果你不理它,经过一段时间, 它可以引起一些很严重的后果, 包括心衰竭,中风,失明。 心衰竭,心肌梗塞, 就是突然间掩住个心, 心脚痛跌低死了那只啦。 去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在初期如果你不去量的话, 你很可能是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的。 到这些, 嚴重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已经太迟啦。 所以,高血压, 就会被人叫做沉默杀手。 虽然高血压是这么普遍, 但是还有很多人, 不知道它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首先就想花点时间, 来尝试解释清楚, 高血压到底是什么。 希望明白了它的来龙去脈之后, 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有效来应付它啦。 我们大家都知道, 血液就是身体里面的运输工具, 是帮我们找一些氧气, 和一些营养料, 去身体不同的器官, 亦都将一些肺物混走。 大家也都多数知道这个循环系统, 心里泵一些血出来, 流到不同的器官, 然后回来, 然后泵到肺里, 那个肺里吸引氧气, 然后回到心里, 这个叫做双循环系统, Double Circulation System。 那些血这样流, 就要能量。 我们都知道, 在正常情况之下, 水只向低流。 但是, 在身体里面, 那些血就要向高流。 在心里, 要上脑, 就算流到脚, 也要走到心里。 如果你要水向上倒流, 那你就需要能量了。 就像一个井, 你要把井里面的水拿出来, 你就要靠泵泵泵它。 当你泵泵的时候, 就是供应能量, 让水在下面向上流。 在身体里面, 心跳就是提供能量了。 其实是一个泵, 泵着血循环。 其实在身体的功能里面, 心的功能是比较简单的。 肝, 或者肾的功能, 是比心多的。 泵做的, 就是产生一些压力, 令到液体流动。 如果没有压力, 液体水是不会流的。 譬如这个是一个平的地面, 有水在这里。 因为两边的压力是相等, 所以就不会流。 如果有一些水在高, 有一些水在低, 水就会由高压的地方流去低压的地方。 你要去倒流, 在这边加一些压力下去, 水就可以流回头。 血压是什么呢? 简单来说, 血压就是令到我们的血可以流的力。 我们的心要泵血上去脑子。 所以, 心这里的压力, 血压就要高过脑子里面的血压, 那些血才会走上去。 地心吸力可以令到血流回来, 但要它向上流, 就一定要有这个压力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血压。 对公血给器官来说, 最关键的是流量。 有多少血去到那个器官那里? 因为血是运输工具嘛, 如果流量越多, 越多血去到那个器官那里, 那带去的养尿啊, 养气啊, 和带走的废物就越多了。 而流量, 就是受到两点之间的压力来影响的。 譬如这里有两条水喉, 大家差不多粗, 一条水压是低的, 那水流得慢, 那你就要长一点时间, 才可以浸满一个桶咯。 另外一条, 水压高一点, 水出来快很多, 那你就可以快点浸满一个桶咯。 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一定流量的血, 有些要多一点, 有些要少一点, 看看他们的需要多少。 但是通常来说, 活动越多, 需要的血, 需要的营养, 氧气就越多。 而我们的身体, 主要就是靠调节血压, 来控制血液的流量。 如果你做运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需要血流多一点, 所以血压就会增加。 高血压是什么呢? 高血压就是, 当你的血流的时候, 是比平常增加了。 譬如有一条水喉, 你可以在水喉头里, 绑一个仪器, 量一下水压有多少高。 高血压就是, 当你量到的血压, 比你正常的人高了。 为什么血压会高了呢? 这里有两个很不同的原因。 第一个叫做原发性的高血压, Essential Hypertension。 Essential的意思, 也可以说是必须的,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高血压。 为什么呢? 原来, 这其实是一个讯号来的, 是一个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 给我们身体的讯号。 他告诉我们, 喂, 我不够血压, 不够血压, 你多给我吧。 那怎么可以给多血压的器官呢? 方法就是, 将压力加大, 让血流得快一点, 多些血供应咯。 好像你的水喉, 开出来的水不够。 那你怎样呢? 你扭大一点的水龙头, 当你扭大一点的时候, 就是你增加压力, 让水流得快一点, 结果, 就是多些水出来。 这个血也是一样。 当器官不够供应的时候, 叫身体给多些我。 身体可以做的就是, 增加血压, 让血流得快一点, 流量增加。 在这个角度来看, 原发性高血压, 就不是一个病因, 不是一个 cause, 而是一个后果。 是身体其他器官不够血, 给个讯号身体, 喂, 你多些血压, 那身体的反应而已。 那为什么器官不够血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血管阻止了, 塞了, 或者是硬化了。 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 家里的水喉, 用了几十年, 塞塞地了, 水流得很慢, 你就只要开大一点的水龙头, 才能够水流出来。 血管也是这样。 那什么原因, 令到血管阻塞或者硬化? 最常见的原因, 我们其实都听过了, 就是高胆固醇, 高血糖, 或者高年纪。 这些原因都是令到血管会一路的塞, 一路的硬化。 所以器官就不够血, 就唯有增加血压, 来增加血液的供应。 那搞下去, 那个后果是什么呢? 有时候, 无论你加到血压多大, 你都是不够血的。 好像你的水喉塞了, 你把水龙头开到尽, 可能你都是塞住, 是出不了多少水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器官就会因为长期攻血不足, 而受到损伤。 另一个可能就是, 你的心就会过脑。 然后, 我们怎样可以令到血压增加, 就是靠心做多些, 泵大力一点, 把你的水龙头扭到尽。 但是如果你一路令到它过脑, 是长期的工作的话, 最后呢, 就是心因为工作过脑, 来受损。 第二个令到血压升高的原因, 我们叫做计法性高血压, secondary hypertension, 意思就是说, 有另外一些东西令到血压升高的。 通常有几个常见的原因, 一个是内分泌的问题。 内分泌系统, 是我们身体里面, 控制血压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机制。 如果这个系统出了事, 譬如是甲状线, 肾上线, 这类的地方出了问题, 血压就会不受控制了。 第二个原因是一些药物或食物, 譬如咖啡, 人心这些, 吃了下去都会令到血压升高的。 有一些recreational drugs濫用的药物, 好像cocaine, anphitamin, 这类的兴奋剂, 吃了下去, 是会令到血压高得很厉害的。 我们做医生, 如果见到有二十多三十岁的病人, 心有事, 或者有中风, 我们就一定会看一看, 是否用了这些东西, 令到血压不控制, 弄傷了心。 腎也是令到血压升高的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腎是另一个控制血压主要的器官, 如果有腎病的血压, 亦可能是不受控制。 Secondary hypertension和Essential hypertension, 那个后果都是差不多的, 会令到心工作过劳, 很简单, 就是不断叫心做多些东西, 令到血压高一点, 做得多了,自然是过劳。 另外, 令到血压升高的药物, 或者食物, 或者是内分泌那些, 通常也会令到血管收缩, 血管收缩, 又是会影响器官的弓血压。 如果血压长期升高, 有什么后果呢? 第一个后果, 无论你是原法计法, Essential或Secondary的hypertension, 都会产生的, 就是你的心会工作过劳, 引致心衰竭。 任何机器都是, 你不断地用它, 用得多, 自然就坏了。 心其实就是这样, 是泵, 你不断地令到它过劳, 它就用到差不多就坏了, 这个就是心衰竭。 心衰竭有什么病症呢? 它是会气喘, 它是会令到你脚腫, 腫到水腫, 你按下去是不会彈出来的。 还有, 很可能会有心脚痛, 这三个就是典型心衰竭的病症。 长期血压升高, 第二个严重的后果就是, 血管会受伤, 血管就好像水喉一样, 如果你的压力一直升高的话, 那就很容易坏了。 有两个受伤的可能, 第一个就是, 压力太高, 抵不住会爆, 那就出血了。 第二个可能呢, 是如果, 即使你不爆, 但是血管的内壁受损, 那就会引起发炎, 而发炎就会引起更多的阻塞, 因为结痂, 因此, 亦发炎有别的infermitary response, 会有些plague build up, 或者会有些血块来产生。 这两样东西, 都可以令到一些很严重的后果出现, 甚至是即时致命的。 这两个后果就是, 中风, 或者心肌梗塞。 就算没有这两样东西出现, 血管受损, 会闭塞。 刚才说过, 血管闭塞就令到你血压升高。 现在血压升高, 又令到血管受损更加闭塞, 就产生一个恶性循环, 血压就继续升高了。 长期的高血压, 就代表器官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 刚才说Essential Hypertension, 就是说, 最先的器官不够血, 那就比个信好个身体。 喂, 谷行点给多些血压吧。 但血压升高, 伤害血管, 令到血管闭塞, 就更加不够血, 于是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当器官受损之后, 自然就有很多问题出现, 例如脑, 脑受损, 就可能会变成认知障碍, 即是老人痴癌, 即是眼受损, 就视力出问题。 更重要的器官是神, 因为脑是控制血压的, 如果脑不够血, 它就会萎缩, 血压就会更加差, 一个非常严重的恶性循环, 最后脑完全坏了, 就要洗脑了。 那我们如何处理血压高呢? 在这里跟大家讲的, 就是JNC8的指引, 这个指引是2014年最初出的, 然后在2017年有少少的修改。 有人会说, 这些指引是常常变的, 有时又说, 多少是高, 多少是低, 那在这里变来变去, 我怎么跟着呢? JNC已经去到第8届了, 即是说, 有8个这些指引, 在这里出来, 中间就有些修改, 那好像很乱, 在这里搬笼门, 到底怎么跟着呢? 我们要明白, 为什么这些标准是不断变的? 这就是科学上很重要的概念, 是所谓 evidence based, 是根据证据而定的。 我们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观察哪个方法做是最好, 那根据那时候的数据, 我们就有不同的指引出来, 而我们观察到的东西, 就跟环境来变的。 好像经常都说, 那些人越来越长命, 我们有生机又出来, 环境又会变, 生活习惯又会变, 所以我们处理的方法都会变的。 例如煮菜, 100年前, 叫你不要摆过夜的, 因为摆过夜很容易变, 吃了就病了。 现在有冰箱, 有些东西特别叫aging, 要冰过去才好吃。 例如你发面包, 就叫你特意放在雪櫃里面, 发过夜星劳去焗。 医学方面又是这样, 当环境变了, 新的药物出来, 新的治疗方法出来, 新的数据出来, 我们就会因应这些数据, 新的资料, 来更改我们的指引。 我们尽量要明白的, 不是单单指引告诉他们, 怎样做, 而是背后的理由, 明了的理由, 我们就会选择最有效的方法。 这个图呢, 就是JNC8的Summary, 看来很粗烦, 不要紧要, 让我抽些重要的出来跟大家讲。 什么血压是标准呢? 根据JNC8的指引, 仍然是120 over 80。 最近, 在WhatsApp里面, 传来传去的一个讯息, 说到老人家的血压要高到150,90, 这个说法是错的, 一会儿我会讲一下, 为什么他们这样搞错。 但是这个血压, 量度的时候, 要在两个环境内量度, 才算是对的。 第一个, 需要在有足够休息的情况之下, 所谓Resting Butt Pressure, 如果你刚刚跑完步做完运动, 你的血压应该是高一点的。 第二个情况, 就是你量度的时候, 量度的位置和心, 应该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因为你的血, 要谷去上脑道的嘛, 如果你将手低高来量度, 这样, 就有一个压力差距, 量度出来就不对了。 那这两个Number, 为什么呢? 120 over 80, 每一次量度血压都有两个Number, 可能大家都听过的, 就是所谓收缩压和舒张压, Systolic和Diastolic Pressure, 收缩压上面的Number, 就是你的心收缩, 你的泵链进去那一刻, 压力是多少。 舒张压就是你的心放松的时候的压力, 你的心放松的压力自然低一点。 一高一低, 就是你两个Number。 那有人经常问, 这两个Number, 哪个更加重要呢? 几十年前, 是以为这个舒张压更重要。 但是最新的研究就是, 两个Number, 如果要选一个来控制的话, 收缩压是比较重要的。 不过, 我们通常来处理血压的话, 是两个Number都会跟着变, 好少是一句不动的, 所以这不是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怎样诊断一个人有高血压呢? 现在的指引是, 我们最少要在两次不同的时间来度 然后拿他们的平均数, 你可以量多过两次的, 但是要隔开一段时间。 病人可以自己在家中用手提血壓計量 或者在美國很多藥房、百貨公司 有些機免費的,你才可以進去量血壓 要量量兩次在不同時間,然後用平均 才可以決定你有沒有高血壓 什麼叫做高血壓? 根據現在JNC8的標準,正常的血壓依然是120-129 而如果你的上壓是120-129,而diastolic低於80 你就算是血壓偏高 如果你的sistolic是130-139,或者diastolic是80-89 就算是第一期的高血壓 如果你sistolic高於140,或者diastolic高於90 就算是第二期高血壓 剛剛說的是診斷高血壓的標準 你有高血壓,不代表你就一定要馬上吃藥 就好像雙風咳 你不是一打個黑痴就要吃藥 吃不吃藥,有很多考慮 而現在JNC8的指引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是60歲以下,而是健康的呢? 你的血壓高於140-90就需要吃藥 如果你是60歲以上,而是150-90 Sistolic要高於150,diastolic要高於90 是隨便一樣,就需要吃藥 如果你是60歲以上,而健康的呢? 那就是150-90 Sistolic要高於150,diastolic要高於90 是隨便一樣,就需要吃藥 這就是剛才我說的那個WhatsApp的Message 傳錯的地方 他們就說到這個是標準 你應該去到150-90 這樣說是錯的 標準依然是120-80 150-90是你需要吃藥條線 不是說你低過150-90,就一定不可以吃藥 如果醫生覺得你依然是需要降低一點 那你還是要吃的 這個是說你高過這個,就一定一定吃的 有些人,低一點都可能要吃的 又如果你有糖尿病或者腎病 那又是回到140-90 就不理你多少歲 即使你是70歲,你有糖尿病 你是145的話,你都應該吃 為什麼我們對60歲以上的 那個應不應該吃藥的標準 會定得有少少不同呢? 記住,我們治療高血壓 主要的目的只不過是希望避免病發症 剛才已經說過很多次 高血壓其實是個訊號 是身體其他器官告訴我們 喂,我不夠血,給我多一點 那現在的研究就告訴我們 如果你已經過60歲 可能因為沒有那麼活躍 那你的器官,即使那個公血 是少了一點的,都不會受損 那就不用吃了 但是如果你是年輕的話,你活躍一點 還有你會長命一點 我們盡量希望你不要因為缺乏公血而受傷 所以將那個治療的標準推前一點 希望避免這些病發症出現 明白了這個原因,就知道指引是怎樣來的了 當然,還有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如果高血壓是因為這個計法性原因引起的話 那我們就一定要處理那些引起高血壓的問題 比如是你的腎病 或者是你的內分泌問題 處理了那些問題,血壓就會自然受到控制了 如果要吃藥,要吃什麼藥呢? 這東西就非常複雜了 可以選擇的藥物有很多 而選哪種,就需要根據病人的種族 有沒有其他的病,他的年紀,他的生活習慣等等來決定 所以就一定要由醫生做這個決定 千萬不要見到隔離亞二叔婆有血壓高吃那種藥 這樣你血壓高,你又去找那種藥來吃 這是非常危險的 如果你的血壓高了,無論是否要吃藥 都應該有些生活習慣的改變 其實這些生活習慣,就算沒有血壓高,都應該要做的 第一樣,最重要的就是戒煙 如果你吃煙的話 因為吃煙是對血壓有非常嚴重的影響的 煙裡面的化學物質是令到血管收縮 血管一收縮,供血給器官便減少,血壓便飆了 所以你戒煙,血管會放鬆,血壓便會改善 第二樣是減肥和做運動 減肥做運動會降低你的膽固醇和血糖 令到血管沒那麼濕 那血管不濕,血壓便自然好 第三樣是飲食方面 飲食方面,要吃一些沒那麼鹹的東西 因為鹹的東西是會影響血壓的 另外,就是吃一些健康一點的 不要那麼膽膽顧順,不要那麼多糖 很多資訊在外面,說吃什麼東西對血壓是好 好,其實這些資訊大部分都是沒有什麼證據去支持的 不過我個人就不反對大家去試,去吃 只不過在你吃的時候,你還是繼續需要觀察你的血壓 如果還是不受控制或者沒有改善的 那就要跟醫生談一下要不要吃藥或者要不要改藥了 最後一件事就是睡覺 睡不夠是會令到我們血壓飆升的 因為你不夠睡要頂住 身體就會分泌一些stress hormone出來 這些stress hormone就是會令到我們血壓升高的 總結一下這條片講過的事情 我們講到高血壓是一個非常普遍的問題 而長期的高血壓可以引致一些十分嚴重的後果 不過怎樣處理高血壓 是因為人的年紀啊,他有什麼其他的疾病等等來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有這個問題,就一定需要見你的醫生 根據他的指示來做 但是呢,那些好的生活習慣 就對每一個人都肯定有幫助了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的資訊有用的話 請你和你的家人和朋友分享 多謝大家,拜拜!